上次上課會把上一次上課的重點稍微回顧一下 第一個的話就是上個禮拜的重點 當然我們主要是複習了以Sale的寫入與讀取 然後另外的話就是合併跟分割 也就是說利用全省郵局地址25個檔案 那我們怎麼樣把這些檔案 把它做25個檔案合併成一個 這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是怎麼樣再把它分割回去 可以合也可以分 因為為什麼特別舉這樣的例子 其實工作上有太多類似的工作需求 我發現很多就是資料的分割跟資料的合併 當然以往如果假設你不會用程式的方式解決問題的話 那變成怎麼樣 你就只能用透過人工的方式來做 那人工的方式如果資料量少還可以應付 不像25個檔就真的不多啦 也許你可能會想說 老實說25個檔我用人工的方式弄一下 應該也OK 那問題是如果這件事情 第一個資料量變多了 不是25個是250 2500 甚至是25000的話 我想你應該就不會想要用人工的方式了 那第二個的話 如果變動性很大 比如說每天或者是每個小時 甚至是每分鐘這個資料你都有必要它會變動 那你要快速取得的話 我想你可能就不會想要用人工的方式 其實這個就是所謂的Big Data 其實Big Data是什麼 Big Data實際上幾個特點 不外乎就是它的變動的頻率很高 另外資料量很大 那當然這個就不能夠用人工的方式來處理 所以其實大數據分析裡面 其實最重要就是說 它告訴你 你不能用人工的方式來做事情 所以怎麼辦 不用人工的話要用什麼 當然好像目前想到的 要不然的話就是說 你可能透過工具 什麼工具 可能已經有現成的 像如果要合併的話 有沒有現成的工具可以 就是你不用寫程式 它也可以快速合併的 有沒有 有這種軟體嗎 Excel可以嗎 Excel可能還是可以 但是可能你還是要做一點 賄賂的動作 但賄賂變成你要一直賄賂一直賄賂 對它可能沒辦法像回圈一樣 像POW BI POW BI可能DX可以 但要寫一個公式 那其他呢 好像就沒有了 有沒有 接下來你要怎麼樣 所以如果你要處理Big Data 其實看起來 要不就是說有現成的工具 要不然的話就是說 你可能要想有沒有什麼樣的程式 可以比較快一點的做完這些事情 那當然目前想到的 那眼前的工具 大概Excel應該算滿方便的 再來如果要程式語言的話 哪個語言應該是最容易的 可是目前看起來好像 Python算是 簡易度算是排在前面的 因為你會發現 雖然還是挺複雜的 可是程式畢竟相對沒有那麼多 因為我們寫完程式 好像大概就十行程式 有沒有應該有印象 OK 那我們前面講的就是說 如果O這個.tst要能夠產生的話 不外乎就是說怎麼樣 當然我們先三重嘛 然後中立 所以我們用一個OS.work 然後把它目錄裡面的 所有檔案都找出來 有沒有 檔名、副檔名 然後再利用檔案物件 把它open起來 open之後的話 把它read read到一個 可能read到一個變數裡面吧 你把它串在一起 有沒有 然後最後串在一起 之後再把它read出去 這樣就OK了 大概程式頂多大概不到十行 那分割的話 因為我特別有在那個 就是說 合併的時候 我有多放了兩個換行 有沒有 所以兩個換行 最後把它split之後的話 那就可以通通把它切割了 這個是上個禮拜的一個重點 就是說 我們可以合也可以分 那再來的話 可能如果你要讓這個流程更加的自動化 可能再加remove 什麼叫remove 因為我如果希望說 可以把它合併完之後有沒有 它會產生all.tsd 那我可以再把25檔案全部刪掉 OK 那如果我要刪掉 以前是要人工的方式刪 那現在的話 我不要用人工的方式 我希望能夠透過程式幫我刪的話 那這個時候你可以想到一個 模組裡面 OS裡面有一個方法叫remove remove其實有點像就是刪除檔案 那只要你告訴它 你要刪的檔案在哪裡 它就幫你刪掉 所以其實如果你要刪目錄裡面25檔案 因為25檔案 remove一次只能remove一個 所以如果假設你要25檔案的話 那一樣嘛 你在用OS.work 把目錄裡面所有的檔名 副檔名找出來 之後的話呢 把檔名、副檔名還有位置 放在OS.remove後面 它就會一個一個幫你把它移除掉了 OK 這樣的話就不用人工的方式 一個一個的把它刪掉 一樣的道理 如果你把它什麼 把它合併完之後 再分割 分割一樣 分割完之後 再把o.tsd刪除的話 那更簡單 就OS.remove 然後面的話加上什麼呢 o.tsd 可能前面要加上它的路徑 這樣的話就可以把檔案給刪掉 OK 上個禮拜好像這些都有講到 所以如果假設 這些你有點不太記得的話 其實在雲端、擺板上面都有 OS.OS在這裡 OS的話我是放在 第31頁的地方 OS.remove 然後呢 我們合併跟分割的程式碼 其實在這邊 先讀取三重 然後再合併兩個 然後再合併全部 所以合併全部的話 程式碼在這邊 OK 那最後呢 我再加一個那個什麼 刪除 刪除的話就是這個remove OS.remove 然後跟它講它的路徑在哪邊 那這樣的話呢 那個檔案就刪除了 那 還有哪一些 這個 刪除那個 這個 刪除o之後 那就是刪除什麼 合併完之後 最後 這個比較多 就是25個檔案 你要全部 那一樣喔 利用什麼 OS.work 跟它講說 你的目錄在哪邊 有沒有 有沒有 然後 你就把這個 產生的那個 列子E裡面的擋名副擋名 通通叫出來 一個一個把它刪掉 OK 那就可以 大量的刪除目錄裡面的擋名副擋 裡面的那些檔案 那這樣其實還滿方便的 OK 所以啦 盡量就是實做啦 我是覺得程式 要學好的話 一定要找機會 用 用熟了 就會了 那如果不用的話 大概僅止於知道 知道的話 至少你有觀念 可是我覺得還是不夠 OK 可能就是再進一步 那 再來的話 上個禮拜還有什麼 最後再存成Excel 所以其實上個禮拜 花了滿多的力氣 就是在講什麼 我們本來是合併跟分割 都是把它存成TST 那我們等於是複習就是說 把它存成Excel OK 所以怎麼樣再把所有的25個檔案 通通都放在一個Excel裡面 有沒有 OK 特別之類 那怎麼樣可以把25個檔案 通通放在Excel裡面的話 上個禮拜其實我們有特別講到 有沒有 寫到Excel就在這裡 那實際上 當然如果你要把資料寫到Excel裡面 如果你不會的話 那沒關係 你先不用一下子太複雜 你可以先只要寫一個 三重寫得進去 再來的話 你再配合OS.Walk 其實就可以把全部寫進去 所以有的時候 假如你覺得程式太複雜 沒關係 你可以先簡化 可以先第一個step 所以上個禮拜 我們是先把那個什麼 三重的部分 寫到那個就是Excel OK 在雲亂版本的第39頁 所以特別注意 如果將來 要把那個什麼 點TST的資料 改成Excel的話 大概有幾個重點 第一個 你開頭一定要這三行 反正這三行有點固定的 所以我是建議 你把它當一個範本算了 那這三行要做什麼 其實就是 把那個OpenPyExcel 這個模組有沒有 裡面的那個叫做Walkbook 其實工作簿 把它先產生一個物件 物件名稱叫WB 再產生一個物件叫做Shit Shit就是工作表 OK 所以其實就是利用OpenPyExcel 利用它就可以幫我存取Excel Excel的話它的特性 上一半有提到 它的檔案就是工作簿 有沒有就是Walkbook 它的工作表就是叫Worksheet 所以如果你有這兩個東西 那你就可以拿來存取Excel 那其實最重要的就是說 我要怎麼樣把資料寫到工作表裡面 所以最重要的就是 再來這個是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這個 因為我有工作表物件了 所以我在配合工作表物件裡面的一個什麼 叫Append的方法 所以特別注意 Append的話應該有印象吧 Append就是怎麼樣 把一列的資料寫到工作表的一列 所以一列放進去 一列放進去 那這個一列的話一定是 後面一定要是一個串列 所以你這個Append的刮符裡面 一定要放一個串列 串列記得中刮符 如果是中刮符OK 可是假如說你不是中刮符的話 那很抱歉 寫不進去 所以第二個 那第三個的話就是存檔 其實存檔的話就是這個 有沒有利用誰 利用那個工作部物件裡面有個Safe方法 然後Safe之後你跟它講說 你要存在哪裡 檔名、副檔名叫什麼 OK 這樣就OK了 所以如果以後 你要把一個資料 存成Excel的檔案的話 其實大概就是這三個步驟 就很夠用了 所以這邊的話最重要就是說 你要知道你的來源資料 一定要先把它變成串列 如果不是串列 那你要想辦法把它變成串列 這樣就OK了 所以特別注意 Python裡面很多是一個蘿蔔一個坑的概念 而且蘿蔔跟坑要是match的 蘿蔔是哪一種形態的蘿蔔 有沒有 配合哪一種形態的坑 這個坑是只能夠放的是串列的坑 串列的資料 所以你不能放別的東西進來 放別的東西進來的話 那會寫入失敗 OK 所以這個概念如果有的話 我覺得寫資料也沒那麼複雜 你Bug就比較好解 不然很多人其實一直遇到問題 不知道問題出在哪裡 那實際上主要是觀念上面 你沒有掌握正確 你如果沒有正確 你亂try也沒有辦法 你永遠就是沒有答案 那最後你會想要放棄了 OK 所以其實寫程式最難的地方我覺得 除了這個要了解這些程式碼之外 再來就是有Bug的話 你要能夠知道那個Bug問題出在哪裡 OK 那所以一定要記得 每個地方一定要真的完全了解 你如果不了解 真的還是要一定要想找機會 要不然我後來發現其實那個Charge PD AI 其實它還有一個功能 如果你實在有Bug 你們試試看 如果你有Bug 你把那個Bug的程式貼到Charge PD上 它真的可以幫你找Bug 比如說你說 我那個底下的程式有Bug或有錯誤 請你幫我找找看 真的 對 它會幫你告訴你說你的程式可能哪裡出錯 OK 所以以後如果假如程式遇到錯誤 不要氣餒 不要挫折 反正你就把它貼到Charge PD試試看 我覺得AI以後的用途應該會非常非常廣泛 而且到處都是 而且這東西是好東西 只是說你們要慢慢改變你的習慣 改變你的觀念 不過這是最難的 我發現很多人習慣 改不了 習慣了 就習慣了 所以你習慣了 找資料怎麼找 人家找Google 對 你一定不會想說要找GPT 對 可是你如果可以改變的話 你會發現又開一扇窗了 而且其實也可能會 將來有可能是一個世代的差別 比如說你在過個十年 以後我上網Google一下 可能那個年輕人一聽到 Google Google是什麼 可能會又成為一個比較落伍的一個訊息了 一個名詞了 可能GPT之後還有別的啦 只是說你要怎麼樣跟上你那個時代變動的腳步 那為什麼一定要用新的工具 因為新的工具一定有它的好處嘛 對 但是你也要知道怎麼用 不然甚至有些 你不要說Google啦 我發現有些老一輩的人 你跟他講Google他還不知道怎麼用 對不對 那這個就是一個世代的落差了 OK 所以如果沒有人想要變成老人家嘛 對 沒有貶意啦 當然只是說你要怎麼樣能夠跟上 所以上個禮拜重點 基本上就是把資料寫進去 然後再來的話最後就差一個 資料庫 有沒有 怎麼樣把資料再寫到這 那資料庫的話也蠻重要的 因為目前使用的普遍性來說啦 因為你如果資料量超過100萬筆的話 OK 這個可能還是需要用資料庫 第一 第二個的話呢 就是反應的速度各方面 其實還是資料庫會比較好一點 OK 所以如果假設你有這種需求的話 那其實你們可以 再把它資料改寫到資料庫 那有關資料庫部分的話 然後上禮拜我們是主要在雲端百萬上面這裡 OK 我是舉了一個範例 這個範例的話在50 雲端百萬第56頁的地方 那實際上 這個資料庫的架構 為什麼不讓人家那麼喜歡 其實你可以發現 如果跟Excel比起來的話 Excel非常簡單 Excel就是什麼 增加一個續責物件 然後續責點Append 把那個範例塞進去就OK了 這方便 但是如果你資料庫的話 就沒那麼方便 為什麼 資料庫 它必須第一個 要先Create Table 有沒有 所謂的Create Table就是說 我要放資料之前 我要先把那個表格 Table這個資料表 把它建立 而且要告訴它有幾個欄位 那每個欄位的形態要告訴它 然後再利用什麼 Insert into這個語法 這個是一個語法 再把資料寫進去 比起來的話 顯然是真的麻煩很多 OK 可是沒辦法了 這個也是一種 把資料儲存的一種很好的方式 OK 所以請各位先把那個上個禮拜的部分 稍微重點複習一下 那今天的話 我有講 就是我們今天就是要繼續再來看那個 再更稍微一層樓的 所以請你們找到底下 這邊有0601 0601的話 再來就是有關外部資料 那這個外部資料就不是在電腦裡面的資料 OK 不是什麼低疊啦 C疊啦 而是在server上面 或者在cloud上面 那我們要怎麼樣把那個資料給get下來 然後做解析 那目前 比較普遍的檔案格式 它第一名應該是CSV 應該無用 CSV要用的蠻普遍的 不過CSV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它編碼方式 如果是微軟產生的 那就用CP950 可是如果用Google或者非微軟產生的 就是UTF8 那這有什麼差別 就是你用不對的編碼方式 看到的就亂碼 OK 所以要特別注意 只要解決亂碼問題 那應該大體上OK 第二個問題可能會發生的 還會遇到 換行方式 換行還記得吧 我們不是反斜線M嗎 換行對不對 可是很奇怪的 微軟 微軟就是 它的換行就不是反斜線N 它會在反斜線N前面 加一個反斜線R 你說怎麼會這樣 那非微軟陣營就是反斜線N就好了 所以這也會造成什麼 換行的編碼不一樣的問題 那你說為什麼 我是弄那麼複雜 統一一下我就好了 但微軟會說 是我聽你的還你聽我的 對不對 試占率來說 Windows還是最高的 有沒有 像雖然Mac好像急起直追 但是Mac的占有率 還是沒有Windows還高 然後你說瀏覽器好了 瀏覽器還是Chrome的最多了 對不對 但問題我發現 H好像也給機起直追了 有沒有 那個微軟真的也不是吃醋的 有沒有 它也是現在越來越厲害的 直接把Bin 有沒有 Bin應該知道吧 它本來是搜尋引擎用BING 它現在把GPT給加進來 而且GPT免費的是3.5 付費的是4 可是Bin AI 它現在直接把GPT4 直接就拿來免費了 也不知道各位有沒有用過H OK 所以這什麼行銷我不知道 反正微軟真的是非常有野心 因為它可能要報20年前的一件日籌 因為其實理論家的手機 那時候應該微軟延續 Windows延續到最近裝置 可是沒想到來個Google 用Android就把它幹掉了 然後瀏覽器也是一樣 所以它可能要報酬 我們待會兒來看 就是如果我今天有個資料 假如是CSV或Jackson的話 那該怎麼處理 那其實尤其Jackson 這個Jackson非常重要 因為現在很多的資料 它就不用CSV 它用Jackson 尤其是要所謂的API 它資料交換 它就不是 你說你給我一個簡單的CSV 它就不是給你一個CSV 它就可以給你一個Jackson 那你就會非常頭大 如果你假設沒有學過 那一定會發生問題 所以待會兒的話 那我們第一個練習 也許我們來看一下 這邊有一個我還蠻喜歡用的 就是開放資料 所以假如說 我想要知道 到底台北市的那個治安好不好 我想要把資料抓下來 那可以去哪邊抓呢 當然第一個你可以什麼 到那個政府的開放資料裡面找找 所以你Google查那個關鍵字 叫開放資料 就會到一個官網 叫開放平台 那當然這裡面可以搜尋 你可以找那個台北市竊道 竊道的相關資料 我找到這個 它是一個CSV 那如果說我今天 要用Python來擷取這個資料 並且幫我存成各種格式 也許存成CSV 或者存成Excel 或甚至存成資料庫的話 那應該怎麼做 請各位先試試看 畫面先還給各位 好嗎